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被有机草莓可能传播了甲肝病毒的新闻刷屏了吧 那么还敢吃有机蔬果吗? 其实我们自己做有机种植也可能有安全隐患 尤其喜欢自制堆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有机蔬果和有机种植安全性的一些看法 这次有机草莓出问题是因为加州、明尼苏达州以及加拿大一些地方出现了十几个甲肝病例 这些患者都是在感染前吃了French Campo或是HEB品牌的有机草莓 目前仍然在调查中,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其实过去我们也时不时会听到类似的新闻 比如菠菜、生菜带、大肠杆菌或沙门士菌药回收了 甚至德国曾出现吃有机豆芽中毒致死几十个人的事 美国CDC网站有按年列出食品安全实践 今年已经有三起了 除了这次的草莓,还有花生酱和生蚝 去年有好几个跟沙拉菜相关的 洋葱也出过问题 还有桃子 它还有按病菌分类的列表 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查看 其中有一些确实是有机产品 所以有机蔬果实际上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百分百无毒安全 被污染的原因主要是所用肥料 大家都知道有机种植用的都应该是有机肥 而有机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粪肥 如果没有经过充分发酵以及无害化处理 那么分别中的致病细菌以及病毒就有可能进入到蔬果中 人吃了,小则不舒服,大则中毒染病 另外,使用被污染的水源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是否就像一些人以为的不敢再吃有机蔬果了呢? 或者认为还不如买非有机产品? 我倒不这样认为 第一,非有机的产品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而大量使用杀虫剂更带来潜在危险 别忘了每年的Dirty Dozen最脏输果排行榜 第二,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其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有机肥制作过程的温度及发酵时间等等 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 对此类世界的监测也还算是警觉的 你看FDA这里说只要有两人以上 因同一种受污染的产品得了相同疾病时 就会启动调查 还是相对让人放心的 第三,只要做好清洗 是能够从很大程度上避免染病的 好多人以为有机就是免洗 其实不是的 如果是真正免洗 它会标示得非常清楚 所以平时还是当心一点比较好 每当这类新闻出现 总是更接定了我自己种蔬果的信心 但商业种植的安全隐患 在我们的庭院中也可能存在 主要有两个方面 粪肥使用和自制堆肥 首先要从靠谱的渠道购买粪肥 它们经过较为规范化的处理 安全性会大大提高 其次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不要在果实或会食用的叶片上有残留 特别是液体肥 另一方面自制堆肥要当心 真心不建议用人或大部分动物的排泄物 我知道有很多人养鸡 鸡份是很好的 但也最好根据指导 完全熟了再用 也许有朋友会说 那我就用化肥得了 嗯,作为有机种植的践行者 今天我就不展开讨论了 庭院种植蔬果 无论用有机肥还是化肥 无论是否使用有毒杀虫剂 都是自己的选择 只希望大家都能有一点警惕 种出真正健康美味的蔬果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